吉兰丹一名抢劫罪程入狱的囚犯 今天在被控上法庭 罪名是在六年前 持刀脅迫强奸一名是三岁未成年少女 不过她否认有罪 另外在槟城一名女商人被搜出 收藏大量性爱用品 被控拥有猥亵品罪 她扶手认罪 来看一组法庭消息 33岁的被告 穆浩默哈菲兹阿都拉 被控在2018年1月2号 早上6点50分 在所学校的储藏室 强奸当时年仅13岁8个月大的少女 期间还亮刀恐吓少女就范 被告的行为 抵触刑事法典376-2GB强奸条文 并可在376-2条文下同毒 一旦罪成 可被判监禁最高30年 外加鞭吃 因为抢劫罪成 目前在霹雳打巴监狱服刑的被告 今早身穿囚服 在警方押送下 抵达吉兰丹哥打巴鲁地庭面控 他在聆听控状后 扶手认罪 基于被告的罪行严重 事件也对受害者造成心理创伤 法官不允许被告保释 责定案件6月25号重新过堂 同样在哥打巴鲁 一名理发师否认犯下截火抢劫罪 21岁的莫浩默哈塔夫被控在这个月16号 在古邦格亮的一个单位 连同其他三名在逃嫌犯 抢劫26岁的受害者莫浩默杀富安 导致受害者饱受惊吓 一行人抢走了一辆摩托车 三部手机和一件属于受害者母亲的惊事 被告抵触刑事法典395截火抢劫条文 并可在397条文下同读 罪诚可判处最高20年监禁及鞭吃 法庭允许被告以15000令吉及名担保人保释 案件则定下个月25号再次过堂 至于在槟城 29岁华裔女商人 因为持有102件性爱用品热上官司 今天在佛罗山被推示亭面控 根据控状 被告Sara Poon 今年2月6号被发现在巴扬英达 一家购物商场的店铺内 存有102件情趣用品 抵触刑事法典第292-A 拥有猥琐物品条文 罪诚可监禁最高三年获罚款或两者监失 被告扶手认罪 代表律师已被告每个月只有1800令吉收入 还要赡养父母和正在念大学的两名弟弟为由 要求法庭侵判 推示最终判处被告2000令吉罚款 如果无法偿还 则需要以坐牢两个月取代 对话